每一个宝宝都少不了父母们的精心呵护 除了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之外 经常性的给宝宝按摩一些部位 对宝宝的智力发育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们都知道将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经常刺激宝宝的小脚 不仅可以让宝宝变聪明 对他们的智力发育也很有好处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要经常亲亲宝宝的小脚牙 相信很多父母男都这样做过 其实这样做不仅会增进亲子感情 还会让宝宝的IQ变得更高 其次用手经常点点宝宝的脚趾头 妈妈可以用手指清出宝宝的脚趾头 然后一个个的点 这样能让宝宝收获快乐 同时又可以帮助宝宝大脑和神经的发育 还有就是让宝宝经常光脚走路 有一些家长看到宝宝这样做的时候都是制止 因为会觉得宝宝光脚走路不干净有细菌 但是宝宝这样做能够有效自己神经发育 从而会让宝宝变得更聪明的 除此之外家长经常抚摸宝宝的小手 动一动他们的手指 这样也可以锻炼宝握东西的能力 也可以将自己的手指放到宝宝的手掌里 让宝宝不停的抓握 这样时间长了 宝宝的手指会越来越灵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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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